前面就是我的菠萝屋了,跟我的偶像海绵宝宝同款房子,不过为了防止班主任抓我,我还是在里面设置了很多陷阱,旁边的门千万不要动,动了就会隔屁,我必须从旁边这个狗洞才能进去,不过现在好像卡住了。 哎呀,终于进来了,原来是卡BOG了,门后面有侦测器,我就不信他不中招,钻石不能动,二楼也不能去,我的密室入口在这里,这旁边还有个隐藏门,先来下面玩会游戏再说。 刚刚就看到小子跑到这里面了,趁他现在还没有藏好,赶紧去追他。 可恶,门后面居然放了陷阱,不对劲,那他是怎么进来的,这有钻石,我得了,就当我的精神损失费了,这肯定是小子走的。 悄悄的,打枪的不要,他现在应该就在这楼上,有按钮,哈哈,藏这么深,还是被我发现了吧,我看你这次。 隔着老远就听到他的惨叫了,这前面是新版许愿池,当然,这也是陷阱,我的密室在这个岩礁下面,不好,忘了带冰红茶了,这次完蛋了。 拼了,这次不喝冰红茶了,让我也尝尝这鸡汤的味道。 还好我就设置了一格,不然就凉凉了,这旁边的门不要进去,我的密室还在下面。 好了,先在这玩会游戏等他。 这怎么还有一个密室,岩浆,我记得,我带了水桶,我这次,可不会傻乎乎的下去了,把这岩浆收了,这下面好像什么也没有。 看来被我猜对了,这就是个假的,把我的水收回来,继续去抓它。 这旁边,还有密室,前面有告示牌,许愿池升级板,一个钻石一次,刚好是一样的。 他身上有个钻石,这次可别是假的了。 怎么什么也没发生,难道这许愿池没有升级好,出了故障,我不理解,谁能告诉我。 又被小子的许愿池坑了,这边还有岩浆,我手上有水,我会怕你。 进去看一下,带命令方块的按钮。 哈喽? 班主任肯定被坑了,往这凋零下面扔个隐身药水,对面这个门不要近,也是陷阱,我来旁边继续玩会游戏。 这下面,怎么还可以打开? 凋零,还有箱子,我又不傻,我才不会下去,去这门后看一下。 OooOOOOooOOOO!!!